话说在不久的未来 世界爆发了新型病毒 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 国外不少地区已经出现动乱 南主尼克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总觉得这些新闻离自己很远 直到上午来到超市 他发现前来疼货的人比平常多了许多 看样子新型病毒的恐慌就在蔓延 不过尼克没有跟风 随便娶了一袋猫粮便返回家里 电视新闻还在不停更新消息 国内已经发现两例病毒患者 到了晚上 尼克照理跟姐姐视频 对方一反常态地露出严肃表情 他刚刚接到通知 今晚将乘坐专机前往家里倾倒 因为他丈夫在军方工作 官方选了一座海岛作为家属的避难地 姐姐担心尼克太过孤单 希望他明天也坐飞机赶过去 尼克整晚彻夜未眠 远先他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妻子的生命 要不是医院派出直升机前来救援 尼克也很有可能也小命不保 隔天收音机中传来最新的消息 病毒出现新的变种 潜伏机大缩的 从感染到出现症状只需要短短几分钟 没过多久 尼克带着小猫抵达登机大厅 却不想正在检票时 屏幕上突然提示所有航班停飞 紧接着周人的手机同时响起 政府发的安全警报 宣布进入临时警戒状态 其中一位乘客彻底崩溃强心闯过了检查口 保安上前制止时 调伤的手枪被对方抢走 这下直发群众不淡定了 犹如潮水般四散吞去 尼克顺着人群逃离机场 可他很快就被堵在回家的路上 进城和出城的道路全都塞满了汽车 尼克越等越心急 知道一时半会根本通不了车 他干脆将车停在路边 带着小猫步行回家 当夜幕降临 尼克已经抵达自家小区 发现邻居家竟然被士兵围住 尼克看到陷入癫狂的邻居 被两名士兵强行拖上车 回到家里后 尼克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他没想到恐怖病毒说来就来 迷迷糊糊睡了一夜 尼克被姐姐的电话吵醒 对方已经抵达家里群岛 他在尼克透露了一个消息 官方为了控制病毒 决定设置隔离区 将所有居民集中暗制 可军方却有不少人反对 因为人口越密集的地方越危险 他劝弟弟无论如何都得待在家里 挂掉电话后 尼克打算先去超市买些物资 可拥有同样想法的不算少数 货架上的商品早被洗劫一空 尼克费了好大劲才抢到几瓶罐头 他跑到隔壁的加油站 这里的商店前几天就关门了 里面还存有些许物资 就在他收拾完准备离开时 售货员抱着受伤的手臂跑来 他不管不顾的将自己锁在商店 接着又有几位居民哭喊着四散逃窜 忽然一道人影从空中窜出 将后方的警察压倒 尼克本能的想要阻止 抄袭水管后 发现对方竟然朝自己扑来 忽然身后弹来枪响 倒地的警察开枪了 这时候商店里的店员也发生变异 尼克觉得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捡起背包从租离开现场 回到家里之后 他仅遵姐姐的叮嘱 将院落里里外来全都加固一遍 当天夜里 一队士兵来到小区挨家挨户的叫门 他们开始走着居民前往指定地点隔离 尼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任由士兵再来不停拍门 直到对方喊累了 这才离开前往下一家 转眼来到两周后 尼克依靠太阳能充电 勉强活了下来 不过家里的食物已经耗尽 他不得不外出寻找物资了 尼克之前是潜水爱好者 穿上潜水服后 即便遇上感染者 尼克也有一战之力 可惜搜了好几家邻居 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物资 直到走近一处开着门的房间 尼克竟然遇到一位老太太 原来对方双腿瘫痪 女儿也已经远嫁 之前转移时根本没人管她 尼克十分同情老太太的遭遇 可她也没多余的食物分别对方 老太太呵呵一笑 她对这里的情况咬如指掌 最终尼克在老太太的指引下收获颇风 甚至还找到一辆摩托车 两人的生活逐渐奔上小康 尼克认为有人相伴的感觉挺好 希望就这样等到病毒结束 直到这天夜里 老太太让尼克打开收音机 里面传来断断续续的女生 她说政府组建的隔离区已经完全失控 如果还有亲民幸存 可以前往罗萨和口岸集合 她会开船把大家送去加利群岛 尼克停了后心中一动 那里不就是姐姐避难的地方吗 她决定明天就带着老太太前去会合 可老太却以腿脚不变美油拒绝了 尼克无比真诚的表示 自己不会抛下任何同伴 第二天一大早 她收拾好东西准备通知老太太 可对想进那头半天没有回忆 尼克心中生起不祥的预感 匆匆跑去老太太家里 想不到老太太竟然自杀了 男人的心中满是伤感 在回去的路上有些分神 结果被一名感染者扑倒在地 尼克拼命争扎 打开车门将对方撞飞 当感染者再次不来 尼克连忙捡起枪一发入魂 回家后他把该带的都带了 然后骑着小摩托朝着口岸驶去 就在他经过一处山路时 两侧竟然冲出来大量感染者 尼克脚下油门猛踩 后背早已渗出冷汗 不知不觉逃到一处临时安置点 尼克决定冒险穿过去 却不想帐篷中再次窜出大量感染者 这下男人彻底慌了神 摇摇晃晃冲出营地 结果迎面看到一堆尸体 惊慌之下 尼克连任带车摔在地上 眼看感染者就要追来 可摩托车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情急之下他只能骑车跑路 好在这里距离暗口不远 尼克提着猫咪 两条腿都快跑道了 总算先一步逃进入口大门 可知道乌尼门太过脆弱 很快就被感染者挤破 尼克手脚并用 快速钻进安全栅栏内 这才摆脱了丧尸的追击 可男人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港口停满了船 却看不到一个幸存者 也不知道收音机里的好心人 是否还活着 尼克也管不了那么多 随便找了辆快艇 逃着加利群岛驶去 中途遇到好几艘钻底的小船 很难想象乘客们经历了什么 突然快艇自己停了下来 尼克将螺旋架抬出水面 地边上竟然缠着一具尸体 他的心中凉了半截 难道自己要困死在海上 却不想远方接人驶来一条大船 尼克激动的挥舞手臂 没过多久他就被接了上去 缠主是个外国人 两人的对话必须通过翻译才能完成 回答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尼克被三翼带进一间客房 他很好奇怎么没有看到其他幸存者 三翼脸色一变 表示你是第一个 却不想当天夜里 尼克就看到一家人开着小船前来求助 第二天他寻入三翼走来有没有救人时 后者却让他什么都不要问 尼克疑惑的走到船前的位置 看到昨天的皮顶已经被打捞上来 旁边有个船员正在搜索背包 他彻底明白自己上了一条贼船 尼克悄悄找到翻译 他猜到对方也是身不由己 提议两个人一起逃出去 他知道有家医院停着直升机 而翻译恰好是个飞行员们 可以直接飞往家里群岛避难 却不想翻译 当场回绝 提醒他想要活下去就不要搞实行 尼克只能想办法独自逃离 当天夜里他收拾好装备 正准备离开船舱时 突然想起来 白云后面经常有人进出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尼克悄悄摸了进去 他在这里找到了昨天求救的一家人 不过少了两名女子 他上前解开锁扣 男人哭喊着要去解作亲女 下一刻就被赶来的守卫射杀 尼克感觉自己死定了 忽然看到翻译走了过来 杀掉了守卫 原来他终于想通了 要跟尼克一起逃亡 两人趁着夜色 悄悄来到船舰边缘 可刚登登上快艇 就被守卫发现 尼克连忙启动引擎 翻译则端着枪压制火力 结果手臂不幸重了一枪 好在快艇已经逃出射绳 尼克将船停在岸边 带着受伤的翻译来到一处停滞场 总算找到一辆能开的 尼克在这翻译C快朝着医院驶去 他的伤口再不处理就必死无疑 两个人掺过荒芜的公路 好不容易抵达医院 尼克气得快要抓狂了 因为门口停机坪上 并没看到直升机 这时候大量感染者听到动静 赶了过来 尼克为了解刺 一艘子弹将他们全部灭杀 跟姐姐团气的机会再次破灭 他决定先处理好翻译的伤口再说 正在准备消毒用品时 通风管道中传来孩子对话的声音 尼克顺着声音来源摸去 果然在一处通风口看到两个孩子 可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走过来一位感染者 尼克转身将其击倒 却不想闹出的动静太大 引来了大量感染者 他只好匆匆逃回之前的手术室 却发现受伤的翻译已经不见 眼看感染者就要破门而入 管道口中钻出来一位女医生 尼克火速钻进去 这才躲过了感染者的追击 原来院中还有一片安全区域 院长和护士带着几个孩子 躲在这里 三一先一步被两人接了过来 他的伤势太重 必须立马进行手术才行 没过多久 女医生成功取出三一身体里的子弹 尼克很想知道那直升机到哪去了 女医生将他带到顶楼天台 原来直升机不用时 都会停在医院后院 可惜出入口都被感染者堵死了 尼克不想放弃 连续几次跑上来观察地形 这时候他意外发现 楼下走进来一对武装分子 他认出正是传老大那帮人 尼克提议现在就开飞机离开 女医生当即同意 因为他们的物资也快耗尽了 必行人小心翼翼地穿过通道 发现有门竟然锁死了 尼克找来一把斧头 可刚刚撬开门锁 一名感染者便冲了出来 院长瞬间就被扑到白地 众人合力将其解决 且发现院长被咬伤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转头离去 女医生随后带着众人来到后院门口 透过窗户看到外面挤满了感染者 尼克想到一个主意 他把货架拼成一个圈 将所有人包裹在里面 悄悄走完一半距离 那些感染者终于被惊动 可即便冲上来 一时半会儿也造不成任何威胁 尼克一边阻拦试图爬进来的丧尸 一边推着铁架前行 好不容易抵达栅栏入口 医生撬开门锁 带着大家冲进停机坪 只留下铁架 恰好堵在入口 翻译第一时间跳上飞机 尼克虽然重新锁上了铁门 可驾驳的丧尸会翻墙 就在他被缠住无法脱身时 船老大竟然带着小弟冲了过来 他们很快射死了门前的丧尸 并威胁翻译走出直升机 尼克朝他悄悄使了个眼色 转身劈开身后的另一扇铁门 大量感染者鱼过而入 而尼克则躲在铁门后面 等到船老大这边全军覆没 翻译及时启动了直升机 这使周围的感染者已经不多 尼克挥舞巨斧解决掉最后几只 他抓住了直升机吊绳 经历了九死一生 周人终于可以前往新的避难所了 可即将抵达伽丽群岛时 尼克的手机恢复了喜好 他很快接到了姐姐的电话 却不想对方的语气慌张 劝弟弟千万不要过来 因为伽丽群岛也沦陷了 人人还是考虑加入感染者大军榜 故事结束